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难度 刚才编导告诉我我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去寻找包裹的美食 你听听 包裹的美食 怎么包 怎么裹呢 包裹 看起来啊 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身边 好像随处可见 但是你想把普通的东西给玩出花样来 挺难的 怎么能玩出花样呢 你告诉我 怎么玩出花样啊 包 每个节日都离不开饺子的神奇地狱 包裹的美味 一早就刻在了美食基因里 今天我们就跟着坐标沈阳的余欢同学 共同开始一段关于包裹美食的探寻之旅吧 看一看前面 无数的小饭店在向我招手 咱们去出发找一找 它这个馒头叫半岛馒头 我想起来半岛咖啡就挺潮的 包裹起来的美食吗 我不太知道 包裹的美食吗 山一我真不知道 大爷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包裹的美食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多难 多难 想到有一天吃饭变成了 想到我的一大难题 这不应该 但是我觉得应该来到这儿 虽然是给本期节目开了一个好头 为啥呢 看这里 令文街 令文令旺 好名声 所以说我相信在这条街上 应该能找到合适的美食 快看 哇 大葱开会了 您家这葱挺好啊 葱 包完了以后你看那叶 看那叶那么好的叶都用不了了 就做那个大葱包子的用得到 包子啊 哦 回忌包子 百年老店 实打实的上百年 哦 爷爷那代就开始了 牛肉 大葱 好不好吃你吃了说了算 我说了不算 你尝尝 你看看 这不巧了吗 本期的主题包裹的美食 就他家了 我进去了啊 你尝尝 好 哇 哎呦 一进来就是 满屋都是包子的香气 这种蜜香味 超级浓郁 包子 直接以手法命名的面食 作为寻觅包裹美食的第一站呈现 简直就是标准答案 不过你能想象吗 包子这个名字 用来带纸面皮包裹内馅的食物形质 才有三百多年的时间 可从包子诞生起 两千多年的岁月里 它一直跟馒头混用着相同的logo 直到如今 还在某些方言里 习惯性地混淆着 你别说人真的不少 你看现在才几点钟 基本上屋里已经完全都做满了 我想看一看 大家都在吃什么 取取经啊 大家到底怎么样 我好奇 来 你吃吧 第一口没有发盐 你吃吧 没事 你看 糖汁了 味道很鲜 够百年味道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包子馒头不分家 可见最初的包子 更强调面食的嚼劲和口感 随着食物质法的精细眼镜 才有了如今 好吃不在褶上 强调馅料的内含需求 这是从大连来的 妈呀 这是大连的 这来我都倒着点叶 就一个叶能吃半个月吧 是吗 三天一趟 两天一趟 白天花这个馅儿吧 细腻内滑 它这个包特别香 两三个 三个那是比较轻 我都活六十来岁 现在就是老了 我要倒去十年 我回来啥的 我这手一 学 学 大连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老板点餐 我就点你刚才说那个牛肉包子 牛肉大葱馅的包子 点点点底呗 可以 不够再来 我杀也都够呛 你先 小瞧我了 你先是这 等着上菜了 行 给我来碗肉啊 要回事儿了啊 哇 热气腾腾的 来 你慢点啊 这个包子里啊 这是刚出锅的包子 有汁 你知道我看这包第一 我想说啥吗 我说这哥们长得挺随便的 挺随意啊 你看 你们见过包子长这样吗 就是 虽然是啊 咱们俗话说这个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但它这个包子没褶 你发现了吗 它这个是发面的 你看 就它的手感就特别的 喧软 看到了吗 裂口了 已经开始躺汁了 看到了吗 炸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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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烫 它这个面的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 而且你看弹性恰到好处 它有一定的韧性 很松软 很轩软的感觉 面 老板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老面作为引子加入型发 发酵胃更垂厚 脉香更浓 才能既渲软又保住了咬劲 能在和面时就完全控制面皮蒸发后的状态 全凭多年的手头经验 一搓一揉 面水相融 加上老面加持 一个地道老味的包子面团 出落得盈润动人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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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汤汁 你有听到吗 就是 爆汁 我们自己这家做真的做不出来这个味道 其实你说这个包子牛肉汤 在东北非常的普遍 对吧 它味道就是不一样 老板 哎 来来来来 有问题想请教你 哎 好 哎 你说这个包子啊 基本上是挺常见的 你说谁家都能包 你家这包子味真的很好 面也不错 肉馅更棒 有啥窍门吗 这个东西啊 你说窍门 我认为吃这个东西啊 是没有什么窍门 东西做的越简单越好 这个做馅儿这个肉啊 我们是回族 纯回族 我姓回 你说这一切呢 Э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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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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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